方艙醫院 也不用多說 簡直是一個無厘頭的設施 整個計劃 回想起來又怎樣 當初不是,當初要隔離 隔離島嗎? 防疫嗎? 到最後就是自己隔離 當初最嚴重的DELTA 建設施 去隔離那些很嚴重的患者 都算是說得通 其實也不是很通 總是說得通 到後期就是Omicron 還在隔離? 浪費氣了,總有一個人在隔離 那個人真的在隔離 不需要隔離,總有一個患者在隔離 最後是怎樣? 重症的入醫院 輕症的自己弄得怎樣 最後就是這樣 好了,那些方艙是否真的用來防疫呢? 各位朋友,你們都這麼聰明 當然是用來攝影機器 各位朋友 這三年香港防疫 用了六千億 各位朋友 六千億 善財難捨 冤枉甘心 我們當初叫你派錢 是嗎? 全香港每人 兜兜兜派五千元 都是幾千億 如果七百萬 每人派一萬元就是七百億 每人派五千元就是三百多億 足夠三百多億 可以派二十年 可以派二十年 我沒有計錯了 七百億 可以派十幾年 每年每人派五千元 他用了六千億 做防疫 他用在哪裏 他用在哪裏 他用在方艙 是不是 你還這麼天真 覺得這些政策 這些工程當然是用來拿錢的 唉 其實 但不要緊的 現在我們不在乎 你是不是要花快一點 我覺得 這場戲很好看 香港變成一個結構性赤字 這個很好看 最主要是看人家的 香港庫房有幾萬億 沒什麼感覺的 你香港去到那裏 赤字 這樣就拍手掌 我們先看看香港發生什麼事 之前請了很多人 請了一些清潔工 還未到內地的大白 愛判保安員清潔工 咦 原來呢 因為一月三十日就是撤離 就是撤銷了這些隔離 那班友怎麼辦 班友怎麼辦 哦 那 那就 根據01 的資料 又不單是01 不過這篇報道是01 有員工被有史簽署自願離職文件 自願離職的話 那就不需要有遣散費 或者就不需要給約滿酬金 那麼 現在就有一大堆的 這些員工就走去勞工署求助 哦 大家看到了 這裡就是勞工署了 多熱鬧 有些人就接受訪問 這條片是爆炸頭的 這個平台 首先所說的 那我都會 我待會都會加入Patreon 我覺得很值得支持 真的做得好 很有心機做很多好的報道 難得在香港的媒體 那麼 哪個聘用這些員工呢 保安員呢 各位朋友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啊 OK 正 就否認誤導員工字 他沒有誤認 他不會誤導的 喂 簽吧 你不簽嗎 這樣啊 很難下次給job來接 是嗎 一樣的 和19歲一樣 喂 簽志願書 他們全部都簽了 喂 有少少不同的 我抽水而已 目前解僱1200名員工 這樣呢 就現在在現場設置聯絡點 為員工提供內部查詢 和反貴管道協助解釋疑問 即是給客服你 親你被解僱嗎 有什麼可以幫助你 可能是這樣 這樣 整班就沒有了 現在 整個方艙放在這裏 做什麼 你知不知道 七個方艙設備 哪七個呢 啟德 前跑道區 元朗譚尾 新田購物城 新田購物城這個經典 我這個節目有沒有說過 新田購物城呢 他就搞了整個 整個 整個 你不知如何形容 那時候賣了很多 租了很多 那時候想在新田製造一個 類似的 OLED的感覺 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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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洪水橋 粉嶺 港珠澳大橋 其實方艙在港珠澳大橋也不錯 挺有型的 在橋上 很風水 對不對 再加上河套 這裏這麼多設施 你現在全部停用 全部都放在那裏 我覺得是這樣的 你也只是想用錢 你也只是要花錢 你也要養著這班人 付錢 全部拆掉 拆掉 拆掉不好 很快的 就拆掉 就變回以前的樣子 不要怕浪費 沒有東西的 讀經濟學來說 這些是新的 你興建了沒用就沒用 你興建了一個阻擋 是不是 興建了一些錢 就倒掉沒了 就再拆掉 到時如果有觸碰 又有來 就再蓋過 有時候就再拆過 促進經濟繁榮 是不是 香港GDP 這些是入GDP的 是不是 拆掉 你覺得 不想經濟這麼差 就有空找東西去蓋一下 沒有東西就拆掉 這件事最好 好了 那就 那麼 香港有錢 還有 還有 因為真的想不到怎麼用 但是內地就不同了 我們看看偉大強角 他們將方艙醫院 有更加好的想法 話說 社群社交媒體 即微博微信報道 在山東 山東濟南 有一個方艙改造為 人財公寓 人財公寓 被企業員工直接進去住 網民立即大表震驚 果然是人財 人財住方艙 這簡直是人礦公寓 不是吧 人財住鐵皮屋 還有 然後就說 不是吧 方艙醫院是站在郊外 難道每天通勤 通勤 那怎麼辦 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足高彎的情況 好 看看網友有什麼評論 阿John這個很好評論 阿John這個很好評論 美國每四年就是顛覆一次 選民選擇 這樣 其實對於極權來說 他接受不到民主制 他接受不到一個比較公平的投票選舉 比較公平的投票選舉 為什麼 真的 四年顛覆一次 五年顛覆一次 怎麼能夠接受呢